随着乌克兰与俄罗斯矛盾的升级 美国与欧盟等国家决定联合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 当地时间25日 欧盟已经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交部长列入制裁名单 美国彭博士报道也证实了这个消息 这意味着普京和俄罗斯外交部长的海外资产将被冻结 普京大帝作为俄罗斯的领头羊被制裁 我们不意外 但这个外交部长是什么人呢 能与普京一样成为西方国家的头号眼动钉 他就是俄罗斯的七朝元老普京最得意的心腹大臣 令欧美等国恐惧的外交战神拉夫罗夫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俄罗斯的二号人物拉夫罗夫的人生 1950年拉夫罗夫出生于俄罗斯的一个政治家庭 他的父母是政府人士和知识阶层 从小就教育拉夫罗夫 以后要做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这也使得小时候的拉夫罗夫对政治很感兴趣 他的学习成绩很好 外语成绩尤为突出 1975年大学毕业后的拉夫罗夫进入苏联外交部 在斯利兰卡苏联大使馆担任实习生 在此期间 拉夫罗夫表现出非同常人的外语天赋 掌握了多个国家的语言 为日后精彩的外交生涯奠定能力基础 优秀的才能使得他被叶里钦看重 提拔为外交部长 2000年普京大帝上尉 对政坛进行了一次改头换面的行动 换吃等死的高官全部撤下 有能力又努力的新人得到晋升的机会 普京几乎动了半壁江山 唯独没动拉夫罗夫 因此普京深知 拉夫罗夫虽然只是外交部长 但已经是俄罗斯的定海神针 普京诚挚地邀请拉夫罗夫继续为国家付出 自此 拉夫罗夫真正掀起他的传奇人生 在外交场合上捍卫俄罗斯的权益 成为令欧美最党韩的眼中钉 如果俄罗斯与乌克兰决定议和 那么谈判的人员就是本次矛盾最重要的人物 普京会派谁去捍卫俄罗斯的利益呢 可能是伶牙利齿的女强人扎哈罗瓦 也可能是年少有为的外交天才 但最大的可能还是普京的第一心腹拉夫罗夫 此前 格鲁几亚在美国的撑腰下 试图对俄罗斯的小老弟南澳赛T发动攻击 作为老大哥的俄罗斯 自然第一时间就挺身而出 当俄罗斯部队到达指定地点时 为了不让百姓遭殃 格鲁几亚还是害怕选择求和 按理来说 握手言和是一件好事 能过就过去了 但拉夫罗夫却表示 没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他提出了三个咄咄逼人的条件 不仅表明本国根本没有把格鲁几亚当成对手 在气势上更胜一筹 并且还保障了俄罗斯在南澳赛T的利益 除此之外 拉夫罗夫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矛盾上也立过不少功劳 自2014年乌克兰爆发颜色革命后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兄弟情就变得水火不容 直至今日 2018年11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 让三艘军舰硬闯克斥海峡 这不仅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还是对俄罗斯赤裸裸的挑衅 面对如此嚣张的行为 俄罗斯也没有心思手软 直接把三艘船和24名船员都扣押了 而乌克兰对此也不甘示弱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多次在黑海举行导弹演习 随时可能对俄罗斯发起攻击 可即便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 拉夫罗夫在回应该问题时也完全没在怕 虽然乌克兰可能会制造挑衅 但他们一定会遭到我们的回击 到时候我可以保证他们笑不出来 拉夫罗夫的言辞间霸气侧漏 根本没有退让的说法 这使得乌克兰心有余悸 终于在僵持数月后 主动提出换服的方法来解救24名船员 然而你以为拉夫罗夫一贯都是如此强硬吗 在对待欧美的问题上 他确实丝毫不留情面 但当他面对中国时 却罕见透露出和蔼与友好 因为中国在他心中 就是俄罗斯永远的好朋友 2021年3月18日 中国外交代表团应邀前往美国参加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会议结束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迅速参加北约外交部长会议 他对外宣称要重振美国与北约盟友的关系 并暗示要联合北约对抗中国 而拉夫罗夫在知道美国的拉拢行为后 怒不可遏 他马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一味的保护自己在国际中的地位 他们只会联合起来对他国进行制裁 以此来逼迫他国承认错误 拉夫罗夫除了在言语上怒批美国 他还用实际行动证明 要反抗这种行为的决心 当中美对话刚结束三天后 71岁的拉夫罗夫就应邀访华 在广西桂林游山玩水 同时他也对外明确表达观点 中国是俄罗斯真正的战略伙伴 俄中之间相互信任 相互尊重的情谊将会证明给全世界看 相比于中美对话的不欢而散 拉夫罗夫这番话可谓狠狠地打了美国的脸 不过这还不是最让西方国家生气的 当他们多次在国际舞台上抹黑和诬陷中国时 拉夫罗夫又用强有力的言词力挺中国 2020年随着疫情爆发越来越严重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叫苦连天 因此某些地方传出了中国应该为疫情买单的可笑观点 而拉夫罗夫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第一时间在和外国媒体线上采访时表示驳斥 听到这样的说法后 我毛骨悚然 中国明明克服了本土的疫情问题 可他们却没有独善其身 反而是分享自己的经验来帮助其他国家 这种言论完全是对中国无脑的诽谤 甚至还有人威胁称 中国如果不赔偿就没收他们的海外资产 这简直是胡闹 完全让人无法接受 能在国际舞台上替我们澄清现实 无论结果如何 光是这份情意就值得我们深深的敬重 现如今拉夫罗夫已经老了 俄罗斯也陆续出现了很多外交之心 比方说前面我们提到的扎哈罗瓦 也是普京的左膀右臂 但无论如何 只要拉夫罗夫还在一天 外交场合中就没有人能占俄罗斯的便宜 也希望拉夫罗夫能妥善处理这次的俄乌矛盾 帮助俄罗斯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不知道你们如何看待拉夫罗夫的人生呢 欢迎评论区留下看法 这里是大佬淡代 每天来这儿了解一个大佬的人生 一段时间后 你就是朋友中最博学的那位 视频制作不易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转发 收藏三连哦